欢迎您持续锁定上午11点新闻 我是詹书涵 首先要来关心的还是台风最新动态了 现在轩童来到我们棚内 那么强台康瑞的暴风圈 昨天晚上触陆 那全台明显都有感受到风雨 接触陆地之后 结构有没有被破坏 另外是中心登陆的时间 可能在什么时候呢 要请教轩童 好 谢谢书涵 现在康瑞台风呢 持续的往台湾的方向来靠近 其实他现在的台风也呢 已经过了蓝雨 要准备通过绿岛 而代表说他距离台湾呢 现在就差一步之遥 目前来看呢 他距离大概只剩下100公里以内 代表以现在过去的时速呢 20公里20公里的往前推进的话 确实有可能在中午之后 也就是下午一两点 他的中心就会从台湾的东南部地区来登陆 但是到底是东南部地区的哪个县市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县市的分布图 你可以看到其实台东呢 他在东侧这边是稍微的凸起来的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而且再加上这台风 在过去的路径有稍微的往南偏一点点 看起来台东的登陆机会是最高 但无论他是从台东 还是南花莲登陆 对于整个影响的范围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最先影响到的一定都是东半部地区 再来北部地区 而在中南部地区呢 到他过了山之后 风和雨也会逐渐的增大 再来我们透过这个雷达回报图 也可以看到呢 假若他今天再往南移一点点的话 那么整个南部地区的降雨 也会比北部地区来得再更明显 但是呢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持平的 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现在呢 由于这个台风非常的壮硕 它的暴风半径呢 来到了320公里 所以等于它在靠近的过程当中 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 会把整个台湾都给包覆住 透过这个雷达回波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离它最远的北台湾地区呢 都有一波一波的墙雨带扫进来 所以现在在台北的外头 雨也是非常的大的 当然阵风也是不容小觑 同时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当台风撞进来的时候 整个花莲还有台东 尤其在十级风暴风半径 150公里以内的地方 都容易会出现14级 甚或是16级以上的强阵风 而目前测到的蓝雨最大阵风 都已经突破了17级了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它的情报单 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中午之后呢 它的中心就会登陆到 台湾的东南部地区 而很快的 在今天的晚上 它就会从台湾的西部地区来出海 目前看起来是台中到云林一带 但是呢 当它过去之后 其实在礼拜五的中午之后 暴风圈其实也会逐渐的远离台湾 所以在明天的雨 跟今天的雨呢 会完全的不同 明天的雨 就会瞬间的减少很多 也是因为它走的真的比较快 它跟山陀额台风不一样 山陀额台风呢 当时在台湾的西南侧 这里大概逗留了一两天左右的时间 但是这个台风呢 它相对比较正常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所以呢 很快的 在今天晚上通过之后呢 在明天雨就会瞬间的减少 但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 如果以降雨的分布来讲的话 最先感受到的是整个东半部地区 还有北部地区 而在它登陆之后 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风和雨 也会逐渐的增大 而在中南部地区风雨最强的时候 就是落在今天的晚上 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所以在今天上半天 可能中南部地区的雨还不明显 但是千万不要大意 再来 当它来到了西部地区的时候呢 不止西半部地区需要注意 整个离岛地区的风和雨 也是会逐渐的再度的增强 而即便它暴风圈到时候已经脱离了 整个风也不会缓得特别的快 雨可能会先少 但是风还不会 所以依旧要注意 整个西半部地区会有比较强的阵风 而在中部地区也要注意 有可能会有局部的大于等级以上的降雨 舒凯 好 其实真的都已经要11月 还有强台直扑而来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情况很异常 过去到底有没有相同的情形 另外刚刚也提到雨是真的不小 难道是因为康瑞有跟东北季风 产生所谓共伴效应吗 要请教选统 好 舒凯 我们不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呢 今年的整个天气的系统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因为过去在夏天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照理来说 应该要比较强 但是在今年的夏天呢 太平洋高压是退的 所以几乎在夏天生成的台风 去的都是日本 但是呢 今年的秋天又很特别 它的太平洋高压相对比较强势 所以才会把我们现在这康瑞台风 推到台湾的方向来 在过去的预报呢 原本是认为它不会登陆的 就代表说天气 其实有出现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么再来要看到的是 七月到九月 虽然是台风的生产旺季 但不代表说 十月十一月就不会有台风 这个康瑞台风呢 是十月跨十一月的台风 过去我们媒体也有告诉大家 其实在十一月 五十几年前 也有一个台风 也是登陆台湾 但是呢 如果要讲最晚登陆台湾的台风呢 其实还有十二月的南马都台风 所以呢 这个台风还不是最晚的 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注意 未来也持续有可能会有台风 进入到台湾的几率 不排除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个台风 目前它的结构 真的是非常的扎实 而刚刚也说到 其实呢 它结构很扎实 往台湾的方向来靠近 所以部分地区就已经有测到 破记录的强风 像是蓝雨的阵风 以及它的军风 都已经突破了十七级 但是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暴风半径 虽然还是维持在三百二十公里 但是它的强度呢 跟最强巅峰的时候 已经稍微的下降 现在进中心的风速 是来到了每秒五十一公尺 这五十一公尺呢 虽然有下降 但是它还是一个 强烈台风的等级 所以当它靠近台湾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依照 强烈台风的等级 去防范它 很多人说 它跟这个苏迪勒台风 有一点像 苏迪勒台风 也是一个强烈台风 所以呢 全台湾都要严加戒备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降雨的部分 其实呢 在过去几个小时的降雨 雨最多的地方 是出现在整个 东半部地区 以及在东北部地区 尤其在宜兰 以及在台中的山区 还有在花莲呢 现在气象署 都已经发布了 超大豪雨的等级 代表说 这样子的累积雨量 在一天就会超过500毫米 而另外 其他东半部地区呢 也几乎都在 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累积雨量 也都会超过350毫米 而在北部地区呢 好一些 但是呢 跟南部地区比起来 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 刚刚也说到 中南部地区的风雨呢 在今天台风登陆之后 才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现在还没有太明显的感受 如果要以过去 24小时的累积雨量来看的话 雨最多的地方 是出现在宜兰的大同乡 鸳鸯湖这边有947毫米 另外呢 像是在台中的和平 我们刚刚说 神马镇这边呢 也有570毫米 而在花莲 这边也有400多毫米 未来这边的雨 都还会持续的增加 即便台风登陆过了山之后呢 东半部地区 它的外围环流 东风都还是会扫进来 雨也都会持续的下 而在过去一个小时 哪个地方雨最多 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雨是最多的 但是呢 宜兰的山区 一度有来到 100毫米的湿雨量 现在雨有稍微的少一些些 这最主要是因为 台风的螺旋云带的关系 不代表说 之后不会再超过 100毫米的湿雨量 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所以在现在 此时此刻 需要注意的是 整个台湾的东岸 再来是南部地区呢 在今天台风登陆之后 也需要注意 风雨会逐渐的增强 再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阵风 其实今天目前测到 最大的阵风是在蓝雨 它的军风和阵风 都已经测到了17级 而且17级以上的阵风 那么这个是测风计 它们的极限 并不代表这台风的极限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现在的军风是来到了 每秒59.1公尺 而它的阵风呢 是来到了每秒74.1公尺 这个呢 分别是站上了 战史上面的第五 以及战史上面的第十 有没有人说 它有没有可能会超过 之前的小犬台风 当时小犬台风的最大阵风 是来到了每秒90几公尺以上 现在抱歉 很难告诉你 因为现在它的这边的 风速季呢已经坏掉了 所以现在测到最大的 就是17级以上的阵风 再来除了蓝雨之外呢 绿岛的风是也会逐渐的再增大 还有在成沟 以及在花莲呢 目前都已经测到了 12级以上的强阵风 而在彭家雨 也是有10级以上 新屋也是有10级以上 另外在澎湖 也要注意有10级以上的阵风 目前全台湾各地的沿海呢 都容易会出现 5米以上的浪高 尤其在东阪部地区 有机会出现8米到10米 而在澎湖呢 也有机会出现到7米以上的浪高 所以海边千万不要去 竟然都放了台风架 就乖乖的待在家里 淑涵 好 这一题哦 可以说是有问有希望啦 因为其实刚刚呢 宣童也跟我们说了 它移动速度蛮快 路径也蛮顺畅的 所以照这样的发展 大家还是想要知道是 明天再放台风架的可能性 大概是怎么样呢 要请教选通 好 谢谢淑涵 刚刚我们有说到呢 其实要放到台风架 明天的雨会比今天 明显的缓和很多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在今天晚上呢 刘德华的演唱会 它是继续的要来开展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估计到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北部地区的雨呢 其实就会缓和下来 但是北部地区的雨 缓和下来不代表 它不会下 它还是会下 甚至呢 可能跟昨天比起来 还是大的 但是其实跟最大 今天白天的时候比 会稍微的小一些些 那么在雨的部分呢 如果要放到台风架 有雨和风的标准 那么风和雨 我们就分别来看 以风来讲的话 它的中心通过的地方 它的军风 必须要达到 七级以上 阵风必须要达到 十级以上 另外在雨的部分呢 平地要200毫米以上 而在山区要 在山区要200毫米以上 在平地要350毫米以上 但有没有可能达标呢 我们先来看降雨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在24小时的雨量预测里头 在花莲 以及在台东 以及在宜兰的山区呢 都有来到600毫米以上 所以看起来是有达标的 而在其他地方呢 其实都没有达到 350毫米以上 所以几率比较低 但是也要注意到 它的时间是到今天 一直拖到明天的下午2点 所以还没有办法看到 完全台风 对于明天一整天的降雨的全貌 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风 在今天第一阶段的风力预报图 全台湾的军风 以及全台湾的阵风 都有达到标准 而在第二阶段的风力预报图 也同样在今天的晚上 也全部都会达到标准 但是第三段的风力预报呢 其实都还没有办法去显示 明天一整天的风 到底会来怎么的吹起来 所以我们要呼吁大家的是 即便明天没有放到台风架 但是呢 对于整个影响呢 可能在上半天的时候 还是会有 尤其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那么最后我们就要来看到 降雨的时辰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整个东半部地区 都会是降雨的热区 尤其看到颜色比较浅的地方呢 代表说它12小时的累积雨量 都会超过300毫米以上 确实很多地方都有达到 超大毫雨的等级 而到了今天晚上呢 北部地区的雨 有稍微的缓和下来 而在东半部地区的雨呢 虽然有稍微的少 但是还是持续的下 因为毕竟台风过了山之后呢 它其实外围环流吹进来 还是会有一些地形抬升的降雨 只是要特别提醒的 是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南部地区的雨呢 会开始逐渐的转为一个迎风面地区 所以雨也有可能来到 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而在明天的上半天 其实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雨呢 还是会下 但是呢 跟今天比起来少很多 但是在中南部地区 还是要注意局部 有可能会来到 大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但你也看到了 在明天的下半天 几乎白白一片 代表天气恢复 回转的蛮好的 但是礼拜六 礼拜日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到时候又是一个东北季风 以及南方水气影响 所以降雨还是会下 只是当然不问 像台风来的时候 这么的夸张 舒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